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你的想法等等 那么当你介绍完你自己以后 各位请你猜一下 你的下属 你的伙伴心中 他会问你什么问题 他想问你什么问题 通常我们发现 很多领导者 当你被任命为一个新单位的领导的时候 你的团队伙伴 你的下属 在心里面 有时候他不会说出来 也不好意思说 在心里面他会问你这样三个问题 哪三个问题呢 各位也可以猜一下 第一个问题是什么 你是谁 第二问题是 你从哪来 你要带我们去哪里 那我想说这三个问题 代表什么意思呢 当员工问你是谁的时候 员工是在问什么 员工是在关心什么 关心你将把什么文化 你将把什么价值观 带入我们这个团队 好吗 员工关心的是 你会带来什么新风 带来什么样新的理念 新的思维方式 新的价值观过来 同时当员工问你 你准备带我们去哪里 我们这个团队 我们这个事业的未来前景是什么 我们有什么发展前途 有什么样的希望 我们可以展望什么样的未来 员工是吗 关心的是我们的前途问题 第三个是 员工问你 你怎么去 其实是想问你什么 你准备怎么带我们去 你关于蓝图 关于理念是不够的 你还需要什么 有方法 有措施 有策略 其实每个员工心中都是很明确的 对一个领导者不光是人事部门的一直任命你 你是个领导 你是个总监 你是个经理 而真正你要能够让员工心里面感受到 你是个领导者 你需要什么 你需要真正去回答这三个问题 你是谁 你要去哪 你要去哪里 这三个问题真的不好回答 所以一个领导者 我们怎么去回答这三个问题呢 我想说我们需要去了解自己 需要做个内在自我探索 那么一个管理者 我们怎么样去有一个好的自我形象 一个好的自我价值感 我们需要什么 自我发现和自我仁值 那么同样我们中国的圣前 我们的儒家四叔在大学里面也说到一句话 他说大学之道 在明明德 在心明 在至于至善 所以这个大学之道 什么意思 古人什么 有大学之道和小学之分 所以大学之道什么 就是君子之道 就是什么 我们怎么样去影响更多的人 去能够创造更多的价值 再什么 明明德 明明德是两个意思 明是动词 是彰显 是活出来 是呈现 是绽放 那么明德是内心光明的 圣洁的那些人性的光辉 那些美好的品质 我想说明明德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怎么去绽放 我们内心那些人性当中 充满着光怀的 充满着美好的 那个人性的色彩 人性的品德 把它彰显出来 我想说这种话 不就是我们情商领导力的内涵吗 不就是那个B吗 那个B是什么 就是我存在 并且去彰显出来 那个美好的一个状态 那么我们怎么样去彰显 我们这个美好的品质呢 我们需要用起工具和方法 这个方法和工具 就是我们所谓的什么 情商的物要素 那么情商物要素 不是我提出来的 是美国著名的一位心理学家 叫丹尼尔高曼博士 他提出来的 很多人对丹尼尔高曼博士有误解 因为他是美国著名的情商之父 其实他不是情商理论的提出者 他只是情商概念的传播者而已 那么情商之父是谁呢 是彼得萨维洛和另外一位心理学家 那么彼得萨维洛这个人 今天是现任的 美国著名大学 一楼大学的校长 他是一位非常著名的心理学家 他跟另外一个专家提出情商概念 而丹尼尔高曼 只是在1996年 他把情商的一些科普文章 积极成为一本书 叫情商 为什么比智商更重要 向事业发表 引起一个全世界的一个轰动和反应 那么他提出来情商有五大基本要素 这五个要素是我们了解情商 提升情商角色的那些所必须的 第一个要素叫自我觉察 也叫自我意识 第二个是自我调控 也叫自我控制情绪 自我管理情绪 第三个叫自我激励 就是当我处在人生的低谷的时候 当我遇到困难遇到障碍的时候 我怎么去懂得自我调控 自我激励 这个自我激励是什么 是依照内在状态的激励 而不是运用外在资源激励 不是通过钱财物质来激励自己 而是通过内在的信念 内在价值观去自我激励 一个提醒 自我去支持 第四个是同意心 我们在人际互动当中 我们在人际关系当中 我们能不能去站在他人立场和角度 体恤 理解和体会他人的处境 他人的需求 这种能力叫同意心 英文叫sempathy 也叫什么 也叫共情的能力 最后一个是人际互动机能 我们在处理复杂的团队关系 伙伴关系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去懂得处理差异 解决冲突 去化解各种矛盾 把问题怎么样 由大化小 由小化无 这是一个综合的人际素养的能力 这是情商的五个要素 那么今天我说情商 不仅仅是一个学术概念 它更能够慢慢成为我们每个人 日常生活所必须的一种能力 我们说心理健康 或者情商的价值和意义 就像一个人的呼吸一样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如果你不会呼吸的话 你会就憋死 所以情商也是我们今天处理人的工作 处理领导工作 处理销售工作 处理一切跟人打交道时的 必须的一种能力和素养 那么这种素养和能力 随着经济发展越来越快 随着社会变革 随着经营加快 越来越成为人们重视的焦点 和我们关注的一个热点 那么今天伴随着情商的推广 我们又有一个新的心理学的一个学科 叫积极心理学又诞生的 积极心理学的英文叫positive psychology 原来心理学过去 在一百年之间 诞生过非常伟大的一位心理学家 有很多心理成果涌现 包括他们研究人为什么会自杀 研究人为什么会抑郁 研究人为什么会自卑会消极 等等 他们得出非常多 有科学价值的成果出来 可是二十世纪一百年过去之后 人们发现什么 那些心理学家们 他们的成果 他们的科研的结果 非常有价值 可是这个社会的自杀率 这个离婚率怎么样 依然在高涨不减 指增不减 那这个现象引起很多心理学家的反思 我们既然了解了 人为什么会自杀 我们了解这么多原因之后 为什么人们依然还会自杀 这是一个非常搞笑的问题 甚至是个悖论问题 就我们知道那么多道理 那么多原理 可是我们依然不能去减少 或者预防人们的自杀 那这是为什么 我们研究那么多人 为什么会抑郁 可是我们依然不能阻碍刺激抑郁 甚至很多人说什么 凡是搞心理学人都是有病的 都是变态的 那这句话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所以啊 在二十世纪末的时候 在美国有位非常伟大的心理学家 这位心理学家 曾经担任过美国的心理学会主席 他叫马丁塞林格曼博士 他曾经的成就是研究动物的习得无助感 一个小动物 比如他在生活过程中间 遇到一些刺激和挫折 当这个刺激和挫折不断频频发生以后 这个小动物怎么样 他就会放弃去尝试新的可能性 他就会接受这个挫折的现状 他就不去求进去了 一个大象体型非常巨大 就被一个细细的铁链给锁住脚 这个大象他原本一大无比 可以卷起树木 可以让大树连根拔起 可是他从小的时候很活泼 喜欢乱跑乱动 饲养员们就用细绳子 把小象的脚拴住 随着小象力气增大 就会用更粗的绳子 甚至用细铁链开始拴住他的脚 这样的话 小象经过不断挣扎 一次 两次 三次之后 他就不想挣扎了 他发现什么 每次挣扎都很痛 而且也挣扎不了 于是什么 小象在心中慢慢接受了这个现实 我可能就这样过日子吧 我可能只能走这么远 我只能有这么大活动空间 我不能够去走更远的路 当他每次不挣扎以后 他很乖的 很听话的话 他可能会得到什么 食物吃 所以这样一种惩罚和奖励的 双重自己之下 小象慢慢形成一种自我观念 什么观念 只要我老老实实的 不想出去跑 不去乱挣扎 我就会得到好处 不爱批评 不爱惩罚 那么这个过程叫什么呢 这个过程在动物的心里面 就形成一个叫习得的无助感 这是三尼克曼博士的成名之作 三尼克曼博士后来发现什么 动物有习得无助感 人也有习得无助感 这个人的习得无助感是什么呢 比如说 如果你在上学时候 你的成绩一直不太好 被老师批评 同学们不喜欢你 然后你就会非常不开心 非常痛苦 慢慢你心里面就开始一种信念 我这个人可能就不适合读书 我读书可能就很笨 我就不是这块尿 然后你慢慢心里面就有个形成一种 叫负面的自我信念 什么自我信念 我就这样了吧 看来读书这条路不适合我 我就会自暴自弃 经济心理学两位专家 马丁 塞尼克曼博士和米哈伊 他们就反思了一个现象 说如果我们去研究那些积极的人 那些乐观的人 那些幸福的人 他们是怎么做到更成功 更幸福 更健康的 我们去把他们幸福健康和成功的过程 以及中间的一些要素提炼出来 然后去让更多人去学习这些要素 复制这种能力的话 那是不是会不一样呢 于是乎塞尼克曼博士 他就做了一个大胆尝试 创立一门新的学科 叫积极心理学 专门把人类 社会里面那些美好的能力 特别积极的行为去展现出来 然后让他学生去学习 真的受到非常好的效果 那么在塞尼克曼博士的 他教育的学生里面 专门通过半年时间学习 来治疗抑郁症的人 比如说抑郁症患者 就觉得什么都没意思 一切都不开心 塞尼克曼博士就让他 每天写日记 写什么日记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前 写下你所感激的三件事情 或者三个人 让他每天写 可能一开始写的时候 我们不开心 写得很痛苦 但是他慢慢写 突然间怎么办 他写了一个月之后 他写了三个月之后 他发现他的抑郁就慢慢消失了 没有给他吃药 没有去咨询他为什么抑郁 他的原因是什么 不听他讲故事 只需要他去写 在今天一天当中 你对什么人感谢 你对什么人感激 你对什么人感恩 把你所感激的人 感激的事情 写下来 然后去告诉你所感激的对象 这样一个方式怎么样 就是神奇般的 让很多人抑郁的感觉就不见了 然后就变得更快乐 更幸福 更健康 所以积极心理学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学科 那么过去怎么样 研究很多抑郁 攻击 焦虑 愤怒 忌恨 憎恨 怨恨 悲观 今天我们积极心理学 开始朝向一个新的方向 我们关注人为什么健康 为什么会幸福 什么人会仁爱 如何激情 如何享受美满的爱情 如何能够更欣喜 如何变得更幽默 如何变得更乐观 那么这样一种思维方式 或者说价值观的转变 使得可以帮助更多的管理者 更多的普通人怎么样 我们可以运用他来去 调节我们的身心状态 让我们活得更健康 更幸福和更乐观 那么积极心态培养 我们什么 要学会一些新的原则 就是从意义状态什么 回到一个叫 变得更加乐观 更加充满希望 独立 更加一个积极归因 面对压力 面对挫折 我们有更强的应对能力 这种叫压谈力 就像弹簧一样 有这个压谈力 所有的坏事情发生 都是别人的错 都是环境的错 不是你的责任 这叫相位归因 这是一个负面的思维反应 那什么是相对归因呢 事情发生的 有我的责任 我常常责任 我道歉 我做改善 观念者 我们需要更好的情商 而情商是我们 心理资本的一个综合的反应 那什么叫心理资本呢 它是一本著名的书 美国观念学院的主席 叫陆桑斯的一本成名著作 它是把心理学跟观念学 更好地结合起来 那么一个组织里面 你的竞争优势 除了你的公司品牌之外 公司的有形的资产之外 还有一个你竞争的优势是 你这个组织里面的文化怎么样 你这个组织里面的人心 人气怎么样 他们是积极的吗 还是一个消极的 他们是乐于创造的吗 还是一个保守求成的 我想这是一个组织 一个团队的竞争优势所在 那么同样的是 我们一个管理者自身也是这样 你自身有没有竞争力 你自身的心理资本 填在什么地方 就体现在一个管理者 你看待世界的态度 和看待问题的角度 是悲观的还是乐观的 是消极的还是积极的 这是你的心理资本 我个人把心理资本叫什么 叫心理软实力 我们知道软实力 英文叫soft power 它是个综合的软实力 国家有软实力 文化软实力 是吧 品牌软实力 我们个人有软实力 那么管理者 你个人的软实力是什么呢 就是你内心的 所拥有的 所填到美好的 人性的资本 人性的资源 就是我们大学知道 说的什么 叫明明德 你有没有明 你内心那些明德呢 你内心那些 沉稠的潜力 那些美好的创造力 那些热情 那些自信 那些真诚的品质 你又没有让它复苏出来 让它醒过来 让它成为你今天 面对工作跟生活的热情和动力来 如果你有的话 恭喜你 那是你的幸福的资本 那是你幸福的软实力 是你幸福的心理资本 那么心理资本 包括有四个要素 第一个是乐观 第二个是主观幸福感 第三个是韧性 第四个是希望 那么这四个心理资本 是非常简洁又很重要的 乐观是什么 是能够从坏事找到一个正向的解释方面 而不是把责任归咎于别人 这是一个乐观的思维方式 还有主观幸福感 是你自己是不是个幸福的人 你每天愿意向你的同事展示出你的笑容 你的幸福感 就是你的笑容能够填出来的 第三个是韧性 在面对压力的时候 你的韧性怎么样 古人说 叫一张一池 文武之道 一张是什么 叫创造 就进去 一池是松弛是放松 我们需要自相不习 我们需要厚德在物 找到一个平衡感 这个平衡感 就体现出你对情绪和压力的态度 和应对能力方面 这是我们的情商的一个具体体现 第四个是希望感 希望跟我们的乐观是在一起的 你有没有对明天 对未来充满一个乐观的 积极的期盼 这是一个希望感 如果你的希望很大的话 那么你内心就会充满着愉快 充满着积极的一个投射 所以你内心越充满激情的话 那么你越能看得更远 所以希望感 它带给我们的是 一个领导者 你有没有一个对团队和组织 未来发展的一个愿景 你能看到十年之后 你的团队是什么样子 你能看到你自己是个什么样子 你能看到一幅美好的独特的画面吗 所以心理资本有四大要素 那么情商跟软实力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通常用个冰山来比喻 一个人的内心的世界是这样子 那么冰山表面是一个人 所呈现于外的一种行为特点 或者说我们所做的有形的成绩 这是我们的冰山上面的 比如说作为管理者 我们哪些素质可以反映出 我们的冰山上面的素质呢 比如说我们的专业经验 我们的公关能力 我们的个性 我们的社会形象 我们的管理能力 这是我们的硬实力 这是在冰山浮在水面上的 有形的可以看到的那个部分 可是一个冰山我们还有五分之三 是潜藏在海平面以下的是看不见的 可是它是存在的 所以一个管理者来说 我们哪些是隐藏到 别人看不到的一个下面的一个素质来 比如说你的态度是什么 别人知道吗 别人可能不容易看到 但能感觉到 还有你对未来有没有个美好的愿景 这个愿景有多么强烈 这也是什么一个图画 这是软实力 你的正直的态度 你的善良的本性 你的一个美好的态度 一个心态心胸 这是你的软实力 我们每个人都有软实力和硬实力 对一个员工来说 什么是员工的硬实力 一个岗位招聘 一个员工 比如人力资源招聘岗位 如果这个员工应聘的话 那么这个员工需要什么素质 你有没有招聘经验对吧 你有没有学过相关的人力资源的知识 还有你在哪些企业 做过相关的招聘的经验 你组织过或者策划过 哪些招聘的活动等等 他还需要什么 软实力 还需要软素质 软实力是什么 这个照片专员 他懂不懂得跟 力资源其他部门的人合作 这就是软实力 他有没有一个谦虚好学的态度 愿意跟别人去不断增加 自己所不知道的知识和能力 他愿意虚心好学 而不是顾不自封 这也是软实力 所以软实力更多 体现在一个人的工作态度 人际关系的能力 还有自我管理的能力 这个层面上 而硬实力更多体验在他做事的方法和策略上面去 我想这是一个简单的区分 那么今天我们讲的是情商角色和领导艺术 作为一个情商领导者 我们怎么样去带领团队去激发重置 去达到目标呢 我想说我们需要转变一下思维方式 和转变一下我们的领导风格 今天我们面临的是一个新型的环境 我们面临的是一个知识员工 我们面临的是更年轻的同事 我想他们喜欢什么样的工作环境呢 我想没有人喜欢那些压抑的紧张的 焦虑的很沉默的环境吧 我们可能更需要什么 一种轻松的快乐的 有创造力的充满幽默感的环境 我们说传统领导的外表很坚强 而新型领导怎么样 他们是情绪自由 他们让情绪让感觉自由 我今天我很开心 我今天有一些压抑 今天有一些焦虑 他能够愿意跟员工跟同事分享他内心的 真实的感受和情感 这是情长领导的特点 换句话说 今天的员工不太在乎你什么背景 什么学你毕业的 在乎什么 在乎你这个人 你说话做事 让我们感觉怎么样 如果让我们感觉舒服的话 我可能就会尊敬你 如果你做事不地道 不厚道的话 我可能怎么样 不服从你 或者我的心里面鄙视你 为什么 因为你光有那些背景没什么用 你如果让我感觉到 你的状态不是很积极的话 我就可能不会服从你 我更不会信任你 所以传统领导 传统领导通过信任 建立权威来去推动工作 而传统领导是通过 建立信任关系来推动工作 这是不一样的 还有传统领导是靠 邮政和绩效来去做事情 而传统领导是通过管理价值观 和管理情绪来管理人 这是不同的 还有传统领导是喜怒不形于色 而传统领导怎么样 充满热情和干净 他愿意分享他的真感觉 那么传统领导怎么创造改变呢 是直接而高效的执行 就是很严肃的下命令 是指令式的推动 而传统领导他是通过倾听创造改变 他对人的帮助是什么 是通过什么 影响力的发挥 来去推动别人的改变和反省 那么最后一点 传统领导是一种教训的领导风格 通常他们的管理风格是教训 批评指令指责等等 而传统领导 他们的管理风格是什么样 不再是教训批评指责 而是什么 而是一种沟通的 说服的 一种引导式的 影响式的一种风格 所以他们更加像一个教练 而不像一个教官 我想这是一个 勤详领导跟创造领导的一个差别 那么这个差别 反映了一个什么现象呢 反映了今天 在关键中间 我们的勤商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了 那么美国著名的大学 叫加州大学研究领导力 他们发现一个结论 他们认为领导力的 93%是勤商 70%是其他 在一个组织里面 在一个团队当中 你们要建立信任的能力 要提升决策能力 要增加变革管理能力 还有什么 要团队领导能力 都需要我们勤商的参与 所以啊 勤商变成一个领导者 越来越重要的一个软素质 一个软能力 一个软实力 这是一个基本的结论 那么同样 我非常尊敬的一位企业家 就是李开复博士 他说过一个 现代企业的人才 基本素质有几项 政治性和诚挚 诚信和政治 是基本的 做人的标准问题 还有 你有主动意识 这是个态度问题 还有开放的沟通 也是一个沟通问题 还有你要学会 调查自我 这是你在学会 应对压力 寻求变革的能力 还有一个是 你要学会 勤商和领导能力 这个勤商体验在什么 自我领导 自我影响和自我管理 所以说 勤商变得越来越重要 我们用下面这个模型 来说明 一个人的内在世界 一个人的心理自我 是什么样的结构 那么我们还是用 冰箱来做比喻 冰箱上面是一个 我们能看到的 有形的人们的行为层面 冰箱下面是我们 看不见的一些 更丰富的心理的 跟心灵的层面 那我们把它 稍微一个解构一下 最上面是什么呢 是行为 一个管理者 你每天你所做的事情 你所说的话 别人能够看见和听见的 关于你的行为 这叫行为层面 那么在行为下面 还有我们面对压力时的 一种防卫模式 比如说 你在面对冲突的时候 你是怎么防卫的 人们会什么 会辩解 或者会逃避 或者会直接发起攻击 这是我们的 面对压力时的一种 防卫状态 当然防卫状态也很多种 第三个是 我们有感受 我们人是有感受的 人是有情感的 你的情感是什么 你是不是愿意 分享你的情感 你还是压力你的情感 这是我们的感受层面 是在冰箱下面 我们所看不见的层面 是感受层 那么在感受层下面 还有一个我们的认知和价值观 我们每个人都有认知 都有价值观 因为我们每个人体验世界的角度 和认知世界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价值观里面也有什么 也有一些比较正面价值观 比如说我信任每一个人 还有说我怀疑每一个人 这是价值观 这是一个正面 一个比较负面 那么价值观下面还有什么 还有一个叫我们的期待 我们每个人都有期望 我期望 我是管理者 我期望我能够得到员工的拥护和信任 我也期望我的员工信任我 尊重我这个老板 同样可能别人什么 也对我有期待 我的员工期待我什么样 我的家人期待我是什么样 所以期待是每个人 每天每时每刻都无法逃脱的一个话题 期待下面还有一个渴望 渴望是我们每个人 非常重要的一种心理的需要 我们渴望什么呢 我们渴望被尊重 渴望被关注 渴望被信任 渴望我们的工作有意义 渴望我们能够得到别人的信任 这都是渴望 所以渴望有很多的方面 那么渴望是每个人 活着的一个基本动力 当我们的渴望被满足的时候 我们就会感到幸福 感到快乐 当我们的渴望不被满足的时候 我们就会觉得受伤 觉得孤单 觉得害怕等等 那么在渴望下面 我们还有一个 最最重要的是什么 叫自我 这个自我 不是我们平时说的那个小自我 我的想法 我的看法 不是那个自我 那个自我叫Ego 这个自我是什么 这个自我其实就是我是谁的概念 这个我是就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 自我的定位 和一个自我的发现 我是谁 我身上有哪些特点 有哪些特质 我有哪些美好的品质 我的人生使命是什么 我内心最渴望 最愿意对去的境界是什么 这都是我是的方面 这是我是的方面 那这个我是 从下到上什么 构成一个什么 一个完整的一个心理的自我的概念 那我想说我们今天讲的情商领导力 是要什么 是要调动和发掘 每个人什么 内心里面那些美好的 自我的资源 来呈现出来 把那个病怎么样 给它呈现出来 给它绽放出来 我们这样的话 我们就能够营造一个 积极的 充满关爱的 充满创造力的一个工作氛围 那我想说每一个管理者 你身上至少 有更多的什么 美好的资源 美好的 那些心理资本 供各位去分享 我们需要什么 去探索 需要去挖掘 我接下来要问几个问题给大家 这几个问题是 帮助我们去 启动我们 立在探索的一个过程 第一个问题是 各位管理者 你们觉得 我是如何与生命力念接的 什么生命力 生命力就是我们每个人身上 那股气 那股清晨层面的那个道 那个状态 古人说 树活一张皮 人活一口气 这个气是什么 孟子说叫浩然气 这个气是什么 一种精神状态 那个状态是什么 就是我们美好的那些生命体验 你每天在工作里面 你也没有体验到 工作的美好 工作的价值 你也没有体验到 跟人在一起的快乐和意义感 你也没有体验到 活在这个世界上 是多么的幸福 多么的有意义 这就是那个气 这个体验 这个体验能力 每个人身上都有 只是每个人运用的几率 和运用的方式 有不一样 所以 也问问自己 我是如何去 与生命体验接的 我常常活出 我的生命体验 我常常是活在 我的自豪 自信 美好 爱当中 我还是经常活在 焦虑 紧张 纠结当中 这是不一样的状态 我需要各位反思 第二是 我经常活在 我冰山哪个层面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冰山 有很多层面 有观点 有感受 有期待 有渴望 有很多行为层面 你的状态 是在哪个层面呢 你是经常活在 大老层面吗 就是你很理性 经常是用理性 思考这个世界 所以你的能量 经常是活在 理性层面上 你还是经常活在 你的感受层面上 比如说 有些人感受很丰富 他于是 就每天去体会他的感受 当然感受不是有问题的 而是说 当你活在 感受里面的时候 你就 跟真正的自我 大我失去连接 你会被感受 牵着你走 感受成为你的主人 而不是你是感受的主人 所以你是在 冰山哪个层面去活的 这是一个思考题 还有个是 我在冰山层面 哪个层面是成功的 哪个层面是需要改善的 这句话的意思是 如果你是一个 非常理性的人的话 那说明你的感性是欠缺的 你需要增加感性的体验能力 那如果你是一个 非常善于理解别的人 你的同理性很强 但你的思考能力不够强 那你需要提升什么 你需要提升的是 你的理性思考能力 和逻辑思考能力 这是你需要提升的 那么这是我们需要来反思的三个问题 这三个问题希望各位 您在休息的时候 自己反思一下 那么如何去管理我们自己的生命能量呢 这一点需要我们去反思 所以管理者 我们可能面临很多的现实压力 面临很多工作任务 面临很多的行事计划 那么在这些忙碌的同时 你怎么去调整和滋养你的生命状态呢 换句话说 我们要口渴了喝水 我们肚子饿了要吃饭 我们困难要睡觉 可是我们的心灵 我们的精神困难 饿了渴了 也会怎么照顾自己 你有这个理念吗 你还是一直忘却这件事情 所以照顾我们的精神 跟照顾我们的身体一样重要 那如何去照顾我们的身体和精神呢 我跟各位来分享几个方法 我想第一个方法叫冥想和静心 这个静心和冥想 它是一个形式 只是让我们能够 精神能够高度的放松 和专注的放松 静心有很多方法 我想每个人都有办公室 你可以在你办公室里面 找一个安静的环境 把手机关到静音 让自己呼吸放慢 是吧 呼吸调匀 让你的身心 完全的处在一个放松的状态下 然后或者你可以听点音乐 让自己什么 沉浸的音乐那个感觉里面 让你的精神和你的注意力 完全不在眼前这个世界里面 是在一个什么 高度放松的一个状态下 来调节你的精神状态 这是要冥想和信心 那么第二个方面是 和重要的人在一起 什么意思呢 这个重要的人是说 这个人在你生命中间 他有着非凡的地位和影响力 他对你很重要 通常是什么人呢 是你的家人 你的父母亲 你的伴侣 你的孩子 那这是重要的人 你会发现 你可能在外面很辛苦 很累 很烦躁 他一旦回家 一看到你的孩子 你的家人 你发现什么 那个内心的温暖感 幸福感 一下就让你的疲倦感 因此会云散的 这是因为 你内心那个爱的力量 爱的资源被激活了 第三个是 要接触自然 各位 您平时有定期去爬山 或者去看海 或者去垂吊吗 你经常跟自然在一起吗 如果没有的话 希望你提醒注意了 我们经常什么 要跟山在一起 要去接触山和水 孔子说什么 人者乐山 智者乐水 所以山和水 是陶俑我们性情的一个非常好的方式 所以要接触山和水 经常去自然 第三个是 培养一种音乐的一种爱好追求 你喜欢音乐吗 你喜欢古典音乐还是流行音乐 你喜欢戏曲吗 那么不同的音乐种类 或者戏曲种类 都能够培养我们的精神 让我们的精神状态 有一个缓冲 有一个调节 还有一个是 投入有意义的工作 那么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当你专注在工作的时候 你会忘记时间和空间 你会觉得非常有意义 而这个过程会带给我们的精神 和生理一种 非常愉快的一种体验 这个体验叫什么 叫flow 这种状态是什么 是一种全然的精神专注的状态 一种美好的一种体验 我们在跟自然跟家人接触的时候 也能够体验到这种美好的感受 最后一个是 叫学会无条件的助人 换句话说 有时候我们需要一点利他之心 因为我们太理性了 我们就容易关注自己 关注眼前 关注当下 但当我们能够有一份 体会他人的心情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把别人放进心里面 所以我想无条件的助人 其实是在帮助我们自己 在锤炼和在滋养我们的内心世界 让我们变得更慈悲 更有爱 更有接纳能力 更有欣赏能力 这也是对我们精神的一种营养 和一种洗礼 非常感谢各位的学习 我们这一讲先到这里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